距離之今已經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 中國一直處於貨幣改變的最前沿 今日他希望標誌著另一個全球首創 一種國家支持的數字貨幣 在沒有金錢之前 公眾使用以物易物的貿易體系 去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但是這樣的交易很厚實 而且完全不配才能夠工作 第一類貨幣是對社會具有內在價值的物品 為了進步政府開始創造貨幣 他們的貨幣價值不是來自對象本身 而是來自社會對政府的信任 中國人在石器時代末期創造了一些最早的金屬硬幣 而且大約公元800年 成為有私來最早引入紙幣的社會 在整個歷史當中 紙幣有時都跟其他有價值的物品聯合在一起 例如1900年代初期美國的黃金標準 現在幾乎所有貨幣 都只是由於公眾對創建貨幣的政府的信念 以及他持有貨幣已被將來使用的意願 而獲得價值 對貨幣的下一次重新想像 可能是完全數字化 其中貨幣被轉換為電腦代碼 雖然金錢似乎已經是數字 不因為可以通過電子方式進行轉移 公眾仍然可以將積速對換成實體的現金 在完全數字貨幣的社會當中 情況並非如此 例如比特幣之律的加密貨幣 令到公眾可以一規數字貨幣的運作方式 但他們存在於金融系統之外 而且由國家支持的數字貨幣 將會成為該國法定貨幣的支柱 雖然很多國家和地區正在探索一種 由國家支持的數字貨幣 但中國的發展速度已經超過任何主要經濟體 該國處於快速發展的有利位置 因為他們的公民廣泛使用了 例如支付寶和微信應用程式之類的技術 這些技術幾乎不需要使用現金 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對該國貨幣的一部分進行了數字化處理 並且已經在幾個大城市進行了試驗和發行 北京見到有利的因素就是 中國的央行可以創造一種 在國際上受歡迎的數字人民幣 並且抵消全球使用美元的情況 到2020年底 中國的貨幣只佔全球外匯儲備的2%以上 而美元的份額就接近60% 數字貨幣的好處在於 與傳統貨幣比較 它提供了更快、更便宜的交易 而且具有更高的透明度 它們還可以為政府提供實時的宏觀經濟數據 這些數據可以有針對性地制定財政政策 但因此也可以使政府監視它們人民的財務狀況 收集這類數據引起公眾的擔憂 即是中國可能會利用它來打擊人權活動人士 以及維吾爾族等受迫害團體的財務帳目 數字人民幣還可以為公眾提供無需SWIFT 也即可進行貨幣兌換的方法 SWIFT是支持國際匯款而廣泛使用的系統 數字人民幣有可能使得中國更容易避免受到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制裁 美國對開發數字美元越來越感到興趣 和會議員在2021年初向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和財政部長耶倫新聞了這個問題 鮑威爾說數字化美元是一個高度優先的項目 鮑威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